大陸禁止台灣鳳梨忌口對不對 這忌鳳梨的問題持續延燒 影響了農民的生計 先把一排鳳梨刷起來 我們最近都在關心鳳梨 但是問題來了 蔡政府做法叫人民通通把鳳梨 賣吞進去肚子裡頭就可以解決嗎 好 內銷就能夠完全的解決問題嗎 你怎麼看 如果你覺得根本無法解決 刷加1告訴銀秀 如果您覺得可以解決 有其他想法加2 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通通都看得到 好 戴宇正在刷一排鳳梨給我 同時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認為 這鳳梨的話題持續著 大家都在討論 先來看看情侶名嘴 他就說一天吃了18公斤的鳳梨 吃到你這個肚子都昌大了 資深媒體人趙孝康也痛批 蔡政府你只會要人民 當吃貨搞到那些 卻沒有任何實際作為 他炮轟蔡英文根本不夠格 當國家領導員 台灣鳳梨沒辦法削大陸 蔡政府要百姓多吞一顆多鳳梨 還有情侶名嘴喊一人一天18公斤 把人民當吃貨真能解決危機 鳳梨國家隊要吃爆台灣鳳梨 有的人胃潰瘍是不能吃鳳梨的 你今天吃鳳梨明天吃什麼 所有水果我們以後每天就吃水果餐好了 18公斤鳳梨那明天要吃18公斤四家嗎 後天要吃18公斤的柳丁嗎 那我們是姿態很高要賺很大的錢 那你一定要有本事嗎 我就想嘛真的有本事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而不是只是大內宣 全民一起吞鳳梨到底要吞到何時 教授康批蔡政府天天喊大陸依賴臺灣 面對鳳梨危機實質作為卻看不到 他買我們水果的時候 我們就是那隻同在 他不買的時候呢就是他阿爸 買你也罵不買你也罵 那你到底知道是怎樣 而且談是蔡英文的責任 蔡英文不談是他逃避責任 是他不負責任對不對 然後就還是不談 這個這個算什麼國家領導人 想跟WTO申訴 臺灣確定大陸600多項產品 恐怕自己先吃虧 蔡政府意識形態逢中必罵 面對禁令危機 只盼政府快響出解放 不要只是叫人民吞鳳梨 既有林信憲李玄 NCG小組台北報導 咔嚓咔嚓螃蟹秀秀要點的 蟹寶寶是哪一位呢 Lilo郭 她典內我們典內銀秀 她說銀秀姐姐儘量刷 點刷一排貼圖的好友喔 好她剛看有很多刷一排 支持我的人 謝謝 比林志玲更漂亮 聲音更甜美的銀秀姐姐 謝謝你 非常感謝你支持我們愛心 回給你 另外同步來關心 全台灣其實不止 南部種鳳梨 其實中部也有很多鳳梨田 對不對 我們記者喔 今天就特地喔 真的跑到彰化的 芬園的鳳梨田 當場發現 其實這邊出產的 也都是金鑽鳳梨 雖然這邊的金鑽鳳梨 是以內銷為主軸 不過因為呢 大陸的封殺令 也讓原本外銷市場 擠壓到內銷市場了 讓農民非常擔心 自己最後種的鳳梨 會不會連成本都回收不了 沒有這個不在我們計劃裡面 這個不在我們計劃裡面 等於說是去年完全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啊 因為那是11月12月播種的事啊 那一開始可能影響好像 覺得可能完全沒有料想到 會有今天這個局面 而且其實我們又是以內銷為主 所以一開始可能想說 那就是反正平常就是 每年的內銷市場嘛 但是好像現在外銷市場 可能要打進內銷 所以反而是不是 好像有些農民就會開始擔心 也擔心是一定會的啦 可是他們也是很沒辦法啊 因為事情遇到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要面對啦 就是不要讓我們說啊 你今年的成本都投下去了 明年沒有錢來種喔 雖然現在只能祈求 沒關係 我們不要賺大的錢 但至少我們好像就是 我們現在唯一可能最大的期待 就是是不是至少不要虧本 對 其實至少就是保本啦 不要說種了就 今年種了賠錢 明年沒錢可以種了啊 然後也沒錢可以吃飯了 那就糟糕了 我們也不希望說這個變成一個 變成我們農民要做一個長期作戰這樣子 這也吃不消 也是 就是我們農民 其實農民也要自己去思考 我們也自己有想 因為事實上 你這個東西如果說種不賺錢 你也是會想說我們去種別的 或者是去把那品質顧好 去做自己的品牌 這都是我們自己也是要去想 嗯 那我們會有希望 因為我們原本是內銷市場嘛 就是可能外銷啊 可能量多量少 可能相對老鼠比較沒有影響 但是因為擔心外銷打進來 那我們會不會有希望 政府可能會沒有一些 所謂的配套措施 嗯 當然配套措施有是最好啦 因為鳳梨其實這個東西 它一整年都有 因為它不可能一整年的產銷失衡嘛 我們只是希望說你量產多的時候 能夠幫我們幫忙消化一些掉 然後沒有的話 我們其實市場 他們也是消化的了啦 應該也是說 我們也希望政府可以進來協調吧 就是把我們的產量再做一次分配 其實應該說政府看能不能 幫我們找一個加工的管道啦 因為它盛產就是 你像我們這個鳳梨 有時候我們去把它催熟 一個月 如果像六七月那個時候有沒有 我們一個月後才採收的東西 它兩個禮拜就熟了 變成說那個量一次就是 暴增 它就暴增出來 暴增出來的量 我們就希望說能夠幫我們 幫忙找出路嘛 找加工嘛 或者是說 去把它做成汁或者做成果醬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才不會去產銷失衡 其實農民他們也是很擔憂啦 因為一年 你像鳳梨一年收一次 但是他們一年的經濟來源 你一年如果今年收成不好 那他們可能就是要去領 領以前的退休金 或者存款出來過日子 病人說你如果說 你像今年沒有外銷 那明年如果又沒有 那這樣一直連續下去惡性循環 那他們就可能會想說 那我是這個不要動 我不要再種這個東西了 我會種別的 你像我們後面那一區嘛 那個地方 他那種一個新的 他之前種水蜜桃 然後他現在他也是說 種那個水蜜桃不能賺錢 他也是好幾年了 他想好幾年 結果他就改去種印加國 我媽的地方 我來講到